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上課 今天要教的是我的手語名字 手語名字,什麼第一個單字喔 是要再站在臉轉一圈,然後比誰,這是手語的誰,誰 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手語的名字通常會跟臉部的特徵有關 或者是跟你的姓氏有關 所以就會再站轉一圈,比誰就是手語名字 看下一個單字是什麼? 是兔子,兔子就要借用你們兩隻手 好,比出五,然後往後抓,背對我 耳朵彈兩下,這叫做兔子 來,我看你們比這邊好,很好,兔子 來,大家來看喔 第三個單字是 八歲 那我們呢,手語很習慣把 數字在後面說,我們會先比 碎 碎呢,就是先把大拇指說起來 然後呢,十指,中指,無名字,小指 這個呢,是手語的多少 那在碎呢,會在你們下面就是碎喔 所以會比碎八 還記得手語的數字嗎?我們隨便複習一下喔 一、二、三、四、五 為什麼這是五呢? 因為這是算盤的扇珠 然後呢,五比五多一就是六、七、八、九 要結合起來喔 所以呢,歲八 少一隻手指還記得吧 那我們來看喔 再來是紅色 手語很多的顏色都跟身體部位有關喔 黃色跟哪裡有關,沒錯跟嘴唇有關 那黑色呢?很好 小明你猜對了 是跟頭髮有關 白色呢?很好 女裝稱是牙齒 那呢,我們再來看喔 再來是跳來跳去 也要借用你們兩隻手喔 這裡一隻是手臂,一隻是二 倒過來像一個人在走路一樣 那跳呢就叮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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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這叫做跳來跳去 那再來呢,我們來看跳繩 也要借用你們兩隻手有沒有人 要猜猜看什麼比呢? 很好,橙子進來你跳給我們看 嗯,很好 就是這樣 你拿著跳繩跳跳跳 這就是手語的跳繩很簡單吧 就跟你們真的戴跳繩一樣 那我們再來看 接著是打棒球 那我們要猜猜看呢 很好,女裝稱是這樣子 嘿,嘿,打棒球 老師做的有點不像 因為老師不會打棒球 可是打棒球的手語就是這樣喔 那我們繼續來看下一個單字是 你穿的單字容忍都會聽不到 所以會用一隻手拿住你的耳朵 那就是龍能 那聽人呢 是可以聽得到也可以說的 所以呢,我聽得到也可以說 兩隻手一起動 這叫做聽人 那我們繼續看 這個是現在,現在就要借用你們兩隻手 然後呢,這個是紅蘿蔔 就跟我們講的紅有關喔 紅蘿蔔呢,這就是你的蘿蔔髓 然後呢,欸,蘿蔔有兩條線 為什麼呢,你們看得清楚這個圖嗎 然後呢,它都會有一些痕跡跟紋路 用這兩根呢,象徵這個紋路喔 那我們來看這個 展示,這兩個,這兩個,這兩個 也是他們的意思 因為手語很多字 很多動作,有很多意思喔 一個字代表很多意思 所以這兩個可以這樣比 然後呢,這是如果 如果又要借用你們手語的久了 剛才說過 那在你的嘴巴旁邊比 這次如果 老師怎麼記得呢 因為這裡有個口部嘛 所以在你的嘴巴旁邊比 如果 那晴天呢 借用你們的手從零變出來 像燈光一樣亮的起來 這就是晴天 晴天 然後呢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的答案 今天的課文喔 今天的課文是 我的手語名字 我的手語名字 好,大家跟著我一起比一遍 我的手語名字 很好喔 那我的手語名字是兔子 他呢 手語通常是省略的 也省略是喔 所以我們一起來比比看 我手語名字 是兔子 來請大家跟著我一起比一遍 我手語名字 我們直接答 現在八歲就好了 現在 睡吧 好,請同學們練習一遍 現在 睡吧 很好 那我們來看第三句喔 我喜歡 我喜歡跳來跳去 來吃紅蘿蔔 因為呢 他會把他選擇的 下落放在前面 動詞呢 會放在名詞的後面喔 所以我們要比的是 紅蘿蔔吃 吃紅蘿蔔 在手語會比 紅蘿蔔吃 跳來跳去 有沒有同學發現我的變化了 我把紅蘿蔔吃 比在左邊 跳來跳去 比在右邊 因為手語會用這樣表達不同的東西 這兩個我都喜歡 有沒有發現 好,動詞放在座後面了 另外喜歡跑到後面了 很好 那我們來練習一下喔 紅蘿蔔吃 跳來跳去 這兩個我喜歡 欸,有同學的蘿蔔有點不錯了喔 這二呢 是往下面 不是往上面喔 然後剛才有同學呢 不小心把紅比到下半了 不對喔 要把比在嘴唇喔 因為你是嘴唇 紅紅的喔 那呢 如果晴天 如果是晴天 同樣省略是 有沒有同學 可以來試試看呢 好,很好 陳怡靜 你太厲害了 比對喔 如果晴天 很好,同學們 一起練習一遍 如果晴天 那呢 我會去跳身分打棒球 手語呢 省略了汗 然後呢 把動詞擺到最後面了 會不會在手語裡面 會擺在最後面呢 有沒有會不會是不是 都會在手語的句子裡面 放在最後面 因為這是它的語序 也是手語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喔 跳繩 一樣一個在左邊 打棒球 一個在右邊 我 去 會 好啊 那換你們練習一下 跳繩 打棒球 我 去 會 很好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只剩一點點時間 老師呢 會抽籤 然後 選出來的主 別答對的 就可以畫 九宮格 先念成一條線的 就可以得到 老師今天的小禮物喔 那我們來抽抽看 那就這三個小 同學一組 這三個同學一組喔 來 第一個我要考的是 跳聲 好 A組 跳聲怎麼比 好很好 A組的一分 聽人怎麼比呢 好很好 B組舉手請比 很好 聽人耳朵 嘴巴都可以講話唷 然後最後一題 好 A組同學舉手了 如果怎麼比 很好 好 所以就 酒在嘴巴 動兩下 就是如果 大家今天保證 都太棒了 那呢 我們今天的 回家作業 就是 你們可以 回去 練習一下 今天的單字喔 那我們今天 就上課 到這邊 下課 大家掰掰